她和我在拍拖第一月送給我的禮物 不是在打兩份工作 是有時上班好像在放假 因為我世界太多… 太多謊話了 怕了嗎? 怕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ret 張明 大家認識的我 是因為香港小姐冠軍 有時會在電視看見我 拍劇集 做主持 除此之外 我也是兩個小朋友的媽媽 上年還出了一首個人單曲 希望以歌手的身份 和大家分享更多好的作品 Hello 大家好 我是Ada 龐卓欣 我和Karet一樣 也是香港小姐 除了現在我是一個音樂老師 我也是一個 content creator 我很喜歡在Instagram和YouTube 分享我自己的生活點滴 除了我們兩位主持之外 還有一個美女主持 登登 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我是一個化妝師 同時也是一個新手媽媽 我們三個真的有拍攝 所以我們每一集 都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一些很熱烈 或者女生很感興趣的話題 所以各位女士們 我們歡迎大家優先進場 Ladies First 今次就是Ladies First的第一集 不如我們三個先聊聊聊 認識一下對方 我覺得最好認識對方 就是知道大家的星座 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 猜不猜到 獅子 猜不到 獅子也有點像 但我是人馬座 射走 真的很喜歡認識朋友 也是的 BillyBillyBilly 然後很自由度 對 Adventurous 我是雙魚座的 如果在兩個人的相處 我是很喜歡黏著那種 如果是自己一個的時候 就會在自己的腦袋 發生很多事情 自己想很多事情 但看你的樣子不像 看你的樣子好像很獨立 不要黏著那種 也是的 很多人都這樣說 但其實是很窄 是嗎 但看你的樣子是有點酷的 初初 對 平常你又好像 都可以的 都會肯分享 但如果你不說話 可能就未必會夠膽 接觸你 原來是這樣的 你的樣子有點... 太不爭 不是酷 我經常都被人說 我是很酷的 不過 我是金牛座的 但金牛座就是喜歡計劃的東西 我以前小時候沒有那麼喜歡計劃 但現在越來越大就越喜歡計劃 我想問Ada 你平時會不會喜歡出街 還是你會喜歡留在家 金牛座 是否應該都會喜歡出街 我覺得我現在越來... 我以前就很喜歡出街 但現在越來越大 我反而覺得 我要有一個平衡 可能我出街 然後要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要先充電 不然我就會很累 做個牌是否很流行 MDTI 十六型人格測試給你們 有沒有做 有 答了很久 對 不如我們猜一下 大家是甚麼人格 好啊 猜誰 猜你先 好啊 猜我先 我猜 我猜 我覺得Emma是INTJ 我覺得太多提示 如果我不給你們這麼多提示 一定全部猜我是E 因為大部份人都猜我是E 如果不認識我 你的樣子很像E 對 你的樣子很像E 這個就是我的MDTI的結果 我錯了一個 對 很厲害 這個和你猜錯 其實你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對 你會不會和別人聊天 有天要社交 然後你會很累 我會的 對 我會很累 可能別人會出去和別人喝酒 然後聊一晚覺得 很差勁 可能我和別人聊天之後 我要回家自己喝杯酒 那你最多一個星期是 見一次朋友 還是會兩個星期才見一次朋友 一次就真的很多 真的嗎 會見的 但是一個星期一次 我覺得差不多 兩個星期一次 都可以 都不錯 兩個星期一次 現在猜我好嗎 好啊 2 2 OK 好 2個都是E 2個都是S 2個都是T OK 開猜 好 ENFJ 對 對 對 我錯了兩個 這個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和Emma 好像是INFJ 還是ENFJ 對 對 我們只需不需要自己一個人充電的分別 對 對 你找人一起聊天就充電了 對 不過我覺得我現在越來越大 都是有一點點 我都需要有自己的時間 其實這個我自己覺得我也是中間的 我只不過越來越大 我自己是喜歡計劃多些東西 但其實我自己計劃的東西之餘 我也是很Flexible 我不一定要跟足每一個計劃 但我要知道大概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我也是中間 到你們猜我了 好 我猜你是E 1 2 3 我是E S F J 我只猜頭尾 但其實我覺得我不是J 你覺得你是隨心的 我也是隨心的 因為我很少有計劃 從0到100才做 我會一直做 一邊見步行步 但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 例如現在 弟弟要到學校 其實應該很有計劃 錄下所有事 不要錯過期限 但我都錯過期限 沒有幫他報到一些學校 然後就被我老公罵 所以我都不算很有計劃 OK 然後中間我們錯過 一個S 一個N 原來是一定要有證據的 才會相信 也是 很多時候我會看 我不會很容易地聽別人說 就會相信 因為我世界太多 太多大話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你自己 眼見到的 可能你有摸過 你有遇過的 我才會相信 你以前被人騙太多 那又不是 但我見得太多 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總之這個世界太太電話模擦了 所以我一定要看到 我才相信 我聽就好像要相信 剛剛說到結婚 其實我們三個都很不同 例如我 我有兩個小朋友 一個是七歲 一個是五歲多 那Emma是 兩歲 對 兩歲 每天都覺得自己有分手 那我呢 就是 未結婚 也未有小朋友 那我就在拍拖 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都很不同 我也是自己住的 一種是分居 分居 分開居住 分開居住 不是一起住 所以剛才我們談到 你們兩個都是幾個月後就結婚 我想知道 你也是 是啊 我幾個月就結婚 我想知道 一個是E人 一個是I人 都可以幾個月再結婚 是 應該看對象的問題 會不會 還有 Timing 也是的 剛才你說你有些測試 你會測試你現在的老公 那你那時候是測試什麼 讓我學一下 其實 在拍拖的時候 其實女生也是 都會很認真 想結婚 我來講 我拍拖就是打算結婚 可能有些男生 就很逃避結婚這個問題 但我老公 就跟其他我之前有拍拖的男生 很不同 他跟我拍拖 然後第一個月送給我的禮物 結婚不是有新兩車 在車頭不是有一雙公仔 他送那雙公仔給我 反而是我有點害怕 不是他害怕 這麼快的一個陣子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同避要結婚這個想法 反而他送這雙公仔給我 我覺得他不想結婚 我想問你老公大你多少 他跟我同年 對 對 對 但就長過幾個月 所以其實他的思想也不太成熟 現在我就好像要照顧個底 哦 辛苦了 辛苦了 對 第一我覺得他很認真 對 第二我就是要他肯付出 如果這樣說 你又會覺得好像很現實 但我覺得兩個人在一定關係中 要付出是很正常的 對 無論他要付出金錢也好 時間也好 就算因為你結婚一路走下去這條路 你不可以計較那麼多 我自己也不可以計較 我就希望他也不可以計較 兩個人的相處就能結束 而且我覺得尤其是生了小朋友之後 更加那個計較是無法介意的 大家負責的部分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 你要看他能否付出 或者會不會是一個很計較的人 還有我試過 譬如那時候拍劇等等 他說來接我下班 你知道可能工作的時間 未必是趕了三點放 你到三點放 其實我老公是沒有什麼耐性 比起他現在 他就應該不會這樣做 但那時候追你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 但那時候他就很願意 譬如我說那三點 他兩點半就來到 但可能我等到我九點 他們在公司門外 他等我五六個小時 都沒有什麼願言 可能兜走了離開 然後再回來 但他都沒有什麼願言 繼續等我 我覺得他肯為我付出 所以付出這件事都很重要 你可以按下他 反正測試一下你 現在Emma和Caret都有小朋友 也有家庭 我自己其實現在都32歲 也有很多很多人問我 什麼時候結婚 什麼時候生小朋友 我也問過你 對 我覺得都是很自然的 但其實我自己一直都覺得 我未準備好 有小朋友 因為我想focus多些 在我的career裡面 還有我自己也有些自私 就是我想focus多些 在我自己裡 或者現在花的錢 我覺得之後又要用這個錢 來養這個小朋友 對 那我就想知道 例如你們 你們會否犧牲了 你們想focuscareer的部分 或者你覺得可以have it all 因為你們都是mothers 其實都有得就有失 我記得我大肚子 第一位B的時候 當時公司有一部劇 找我去寫了一個角色給我的監製 她的角色是有些要武打 要練功 但當時我剛剛有了BB 我還未公開 未夠三個月 但監製就要知道 但其實我很想接那個角色 對 她特地為你寫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但我有了BB 能否拍到 她當然就說 叫我不要拍 因為她很害怕 又要打功夫 打光斗 對 真的有什麼事 對 但其實我很想接的 而且她也說 不太行 因為接不到氣 即是練不到氣 因為遲些是套彈 但如果你問我 會否後悔 我又不會後悔 我覺得人生 每一個階段 都是不同的 如果你問我 會否都是同一個 因為其實我也算很早結婚 我28歲就結婚了 然後29歲就差點 所以你問我 會否都是這樣做 其實你多給我一次選擇 我也是會這樣 會 好 而且你現在也有時間 可以出來做多些事情 我經常覺得 例如以前的藝術 或歌手 或演員 就會覺得結婚或拍拖 要收買 不要讓人知道 但其實現在的年代很不同 對 很開放 大家都能接受到 你自己的一人生 對 而且就算有家庭 或是有小朋友 其實都可以一直工作 對 這件事都是很開心 對 最重要是家人很支持 因為在我身邊 我自己是有工作的媽媽 但在我身邊 也有一些是變成全職媽媽 所以我覺得其實 去到這個階段 就是一個取捨和平衡 當然會可以 譬如你全職 其實我也試過一段時間 是叫做全職的 全職媽媽 對 工人突然間有事 要回到菲律賓 一個月 沒有人拍拖 我發現原來全職媽媽 又是另一個很艱辛的 是否比上班更辛苦 很辛苦 上班是不會斷線的 你講出了很多媽媽 對 還有我的朋友 如果對著B太久 會忘記自己是一個聰明的人 因為你會一直說 寶寶話 寶寶話 或者跟一個年輕人演技 都是的 所以我覺得 對於我自己來說 可能每個人都不同 但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這個平衡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要回到會覺得 不是在打兩份工作 有時候上班好像在放假 因為回到家 你不會有一刻可以放鬆過來 因為他不會不需要你 尤其是在兩歲的時候 除非他正在睡覺幾個小時 對 但睡覺的時候 都會有很多安排給他 其實都是在做他的事 都是在做他的事 所以一轉做媽媽 又是另一個階段 怕了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是不同了 因為我以前是真的 有想過不要小朋友 只不過我現在越來越大 我就覺得 我是想體驗做媽媽這個體會 因為始終如果我沒有試過的話 都永遠不會知道 那個感覺是什麼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 只有女生才可以體驗的事情 所以我現在就覺得 我是想生一個 但我給了自己的時間線 可能是兩年之後 對 還有我覺得 見到你們兩個 生完小朋友都那麼健美 我自己都沒有那麼害怕 我覺得這個頻道 我們也可以這樣聊一下 我們女生都可以更加坦誠 可能生小朋友 因為我自己沒生過 其實都很害怕這個過程 其實我覺得每個女生 在不同人生的階段 都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們不需要給不同的階段 去幫助我們自己的想法 或者選擇 亦都可以遵從自己的想法 和感覺 會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今集我們聊天之後 對大家的了解又多了 如果在鏡頭前面的你們 對我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題目想我們聊的話 都歡迎在這裡 留言給我們 如果想多看我們的精彩內容 記得在下面 訂閱和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一集見 Ladies first